羽毛球运动中的混双既能体现男性的力量和速度 又能展现女性的灵巧与细腻 刚柔相继 变幻莫测 前面我们对双打的站位 轮换以及进攻 防守和战术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在这一集呢 我们简单的对混和双打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混双呢 跟双打它是有区别的 它的区别在于是男运动员的能力比女运动员的能力相对的强 那么攻防双方都尽可能的会把球传到女运动员的手中 那么根据控反控的原则 那么女运动员尽量把球呢 也回到对方的女运动员手中 站位上面 男运动员的移动范围 应该要比女运动员相对的多了很多 在混双的练习中 相对来说 男运动员以力度体现 女运动员以控制球体现 还有就是在发阶发中 从发球到阶发球 女运动员第一拍都尽量的抢位往前半场站 给男运动员留出更大的空间 组织后场的进攻 简单的说 混双的队练中 要充分发挥男运动员的进攻和力度 以及女运动员在前半场的组织能力 下面我们让我们四位运动员进行一个演示 现在站在我这半场期的队员先进行进攻 在我对面的一队运动员进行防守练习 好啊 女队员抢好位置 进攻方 女队员在前半场封网 进攻方 男运动员尽量把球往里 你运动员防守其一地 获得一个成功 对方男运动员补位不及 好的 又是进攻给你 女运动员 好的 男运动员补位成功 封网 还是给你运动员 抓得比较死 男队员抢位 前面这几个回合的练习中 大家可以发现 进攻方的男运动员只要有机会 有位置就尽量的进攻向防守方的女运动员身上 和她的区域 同时呢 对方防守方的男运动员在防守自己一半区域的前提下 尽量的为本方的女运动员补位 这就是混合双打和双打的一个区别 下面我们再进行一次 那么让两对运动员进攻防守 进行一种兑换 现在站在我这边的运动员进入防守状态 我对方的运动员进入进攻状态 好 开始 让女运动员进攻 不让男运动员发挥力量的特点 好的 这女运动员很巧妙的进攻完 抢到往前 好的 过度 抢位 再来一次 好的 进攻 攻击往前 再进攻跟你翻 好的 封往成功 好 从前面四位运动员的演习中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防守方还是进攻方 换句话说 也是控方和反控方 都在千方百计的 在混双训练中 把球往你队员的防守期和进攻期 拉 这就是双打 混双 区别所在 那么朋友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 在男女搭配上 力量上 基本技术上 进行巧妙的配合 可以达到提高的目的 好的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